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证状态的转换和延期 还有呢 那在境外的签证发放 尤其是移民签证 根据目前的解读 应该不会影响到已经持有绿卡的人 保持绿卡 那么如果申请入籍呢 目前预计绝大多数人也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什么样的福利会受到影响 会算作公众负担呢 首先呢 这个现金福利在很大情况下 本来都是算公众负担的 当然了 这个原来的要求呢 一般是如果你依赖政府提供的现金福利来维持生活 那么就算是公众负担 新的规定呢 更严格一些 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讲到 另外呢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呢 叫Medicaid 有一些在美国生活的人可能会知道 这个呢 是由各州组织的一种医疗福利 所以每一个州都不一样 比如说在我们弗吉尼亚州 算是保守一点的州吧 所以呢 比马里兰州 马萨诸塞州 纽约州 加州等等呢 要拿这个Medicaid就更难一些 当然另一方面吧 可能政府收的税也略少一些 具体的呢 这个各有利弊 看大家的选择 但是呢 拿这个Medicaid吧 以往呢 只有呢 说你长期卧床 需要政府来长期给提供照顾 用这个Medicaid 这样算公众负担 另一方面吧 这个新的法规呢 还没有最终通过 文字上可能还有修改 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个大致的情况 按照新的法规呢 Medicaid如果你使用呢 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 因为Medicaid嘛 至少原意啊 是说提供给低收入的 还有呢 像这个Medicaid吧 可以说是更普遍的 美国退休以后的医疗保障 这个Medicaid呢 里面也有一部分是给低收入的人的 比如说药物 处方药 那么如果拿到这样的处方药 要用个这个福利呢 也有可能会算公众负担 具体衡量标准一会儿我们会讲 还有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食品券 可以用来超市啊等等的地方 购买基本的各种食品啊 饮料什么的 那么如果还没有绿卡 那你领了这个食品券呢 可能对于申请绿卡身份会有影响 此外呢 有这个住房的福利 有一种呢 叫Section 8 有一些人可能知道 就是说呢 政府会给你一个 Voucher折扣券 带金券 你可以用来呢 要来付房租等等 那么你自己可以去选房子 租房子 只要雇主 只要房东接受就可以 那么但是呢 这个政府替你出一部分钱 还有呢 有一些公众住房 比如说有的人亲属移民来了 住在老年公寓 有政府付钱 自己只要付很少一部分 这些呢 目前大部分情况下 都不算公众负担 不影响拿到绿卡 以后呢 就可能会有变化 那么即使在这个新规定下 什么样的福利不算公众负担 可以放心的使用呢 紧急医疗帮助 比如突然发病了 哎呀呀 看急诊 或者在有的诊所医院看病 还有对自然灾害的救助 还有呢 有这个全国范围的 学校的免费午餐 大家知道有的话 叫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个呢 在学校里面 给孩子是有提供的 有的呢 福利是由联邦提供的 有的是由各州提供的 那这里呢 就讲到说 如果是联邦提供的免费的午餐 不算是影响绿卡 获批的福利 还有呢 是关于领养孩子方面 那么这个讲到了 什么样的福利会受到影响 被算作公众负担 什么样的福利不算 没听清楚可以到会儿 就再听一下 那么过去我拿的福利 会受影响吗 按照目前的规定呢 说不会 不算旧账 只有新规定通过 和实施以后 新接受的福利才算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过去接受的福利 对于移民局来判断 这个申请人将来 是否会接受和使用福利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影响 所以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掌握 那么前面讲的是这个项目领域 那么具体的怎么来计算啊 怎么来判断啊 我们这里讲一下 在这个金额方面 比如我们讲一个故事 在清朝的时候呢 有一度政府非常严格的来要收税 当时呢 曾经有一个人 科举这个探花极地 后来呢 因为查出来说 欠税一文钱 这个官职被割掉了 这个笑话叫探花不值一文钱 这个呢 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讲到呢 所以在这个具体执行中吧 对于有的福利呢 是可以量化的 比如说呢 食品券发给你多少 然后像这样的呢 量化成金额数字 根据比照呢 个人贫困线年收入的15% 如果说呢 任何时候 在算起来连续12个月里 这一位申请人接受的 这种受限制的福利 金额呢 超过了贫困线的 15%的数字 那么就算Public Charge 那么理论上就不能拿绿卡了 目前一个人呢 算出来是1821美元的具体数字 当然将来呢 可能会随着通货膨胀来调整 那这个数字呢 听起来并不太高 那但是这是接受的现金的福利 1821美元 那么还有一些福利呢 不容易量化成具体的金额 比如说在医院里面 使用了受限制的医疗福利 比如说长期窝床接受救助啊 那这到底值多少钱呢 或者用过Medicade呀等等啊 比如说我申请了Medicade 我没去用啊等等 这个当然具体细则 我们还可能还会有执行的时候啊 修订的时候会有文字的变化 但是目前的规定呢 是如果说在申请的时候 看你过去36个月 三年里面呢 如果累计起来 不管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 接受了超过12个月的这类福利 那么呢也就失去资格 就是说呢 你过去三年里累计 超过一年 接受这种不容易折合成具体金额的福利 第一点呢 是这个有具体金额的 第二点是没有的 另外还有一个第三点 就是把前面两者结合 有的如果你任何一点都不超过要求 但是两者加起来都有一些呢 那也可能就不符合绿卡的条件了 比如说你接受了现金的可以量化的福利 比如食品券 但是没有达到规定的数字 1820亿美元 同时还接受了前面说的第二种非量化的福利 超过了9个月 那么像这样呢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绿卡批准 那么这里呢 是相对比较详细具体 清晰可以执行的标准 在申请的时候 怎么样来判断呢 这个呢 除了你当时是否在领福利 还有过去的福利历史细则等等 如果我们前面提到呢 在通过以前文字可能还会有变化 所以呢 我们还是等通过后 再给大家进一步的通报吧 那么以上呢 这是一些详细的标准 我给大家介绍了 在决定是否批准绿卡和签证申请的时候呢 只考虑申请人个人的情况 比如说你的配偶家属 那么他们是否应用过福利 依赖于福利 这个不影响你本人的绿卡申请 但是反过来呢 家人的收入 他们的资源 也不会被考虑为申请人本人的收入 个人呢 这个情况 不管是收入啊 还是负担呢 都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单独来寄损 那么有的说 比如配偶在家里可能不工作 或者说父母年纪大了不工作 那怎么来算呢 这里呢 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变通的办法 你家庭资产嘛 可能是你和配偶共同拥有的 是吧 那么父母呢 那你不是亲属移民 也提供了保证书等等啊 所以呢 也还是有别的办法 你的年龄 健康状况 家庭情况 资产 财务状况和资源 这个收入 教育程度和技能 为什么讲财务状况和资源呢 比如有的人说可能不工作 但是呢 他是结婚以后离婚的 还有孩子 那么每个月他会从配偶那里收到这个support的钱 这个也可以作为个人的收入和资源 总体来说吧 一般来说对于职业移民呢 应该没有问题 亲属移民嘛 有家人朋友 可以提供担保 会负责任 要填I-864表 again呢 对于难民啊 政治庇护等等的呢 这些不需要满足这个条件 但另一方面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 以后啊 像政治庇护 难民可能会越来越难以批准 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倾向于申请人被认为是公众负担呢 这些在移民局也都明确说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申请人不是学生 没在上学 可以工作 有工作许可 但是呢 当前没有在工作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也没有工作过 目前正在领福利 过去三年里面领的福利也超过了限额 或者此前因为公众负担的原因 申请被拒或者被递解 都会倾向于让申请人更容易被确认为是公众负担 反过来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证据 原因会让申请人不被认为是公众负担呢 那么讲到的呢 主要还是看申请人的资产资源 比如说呢 申请人年收入超过家庭贫困线的2.5倍 一家两口人吧 那目前的贫困线呢 一般是2万美元多一点 所以如果家庭收入呢 比如超过5万美元 那么呢 就不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 还有这个资产 目前呢 比如说你这个没5万美元的资产 可以替代1万美元的收入 以后评定呢 可能也会类似 另外这个收入嘛 不一定仅仅是工资 是吧 你投资收入也算 别的收到的support 比如说过去的配偶啊 付给个人或者孩子的支持的 每月的费用 这些也可以算 像我们在另一个视频里讲到的 那你即使不是达到了 这个超过了公众负担的这个要求 但是呢 领取过福利 那么在485申请表里 要详细说明一下 当然你可以附上一个解释 福利的种类啊 发生的时间啊 以及可以强调 比如说个人是职业移民 然后呢是专业人士 有足够的收入资产 这些都会有帮助 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 美国政府现在目前计划中的新规定 这个规定还没有实施 但至少可以你看到 走向是怎样的 将来会有可能是什么样子 对于领取福利和绿卡批准的 现行规定 我们在另外一个视频里讲到了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